第一次對蠻聯轎有機會證明自己大 又踢得那麼差 其實那時候有點否定了自己 你努力 你要知道努力的方法 你那條步驟越來越適合你 上去的位置就越來越容易 其實踢球是教識了很多 Mentality 上面的東西 教識了我看東西要多角度 是有人生方向的一些轉變 他們待人處事 對自己的未來 他們是看得清楚一點 一起去經歷一下 有時贏球的快樂 輸球的時候少少哭哭 其實他們很重視大家一齊的感覺 他好像是跟著我的部分 也在我身邊跟我做一個朋友 我覺得是一件很奇面的事 你見到身邊的人跟你 一齊跑的時候 你其實就慢慢堅持下去 因為他的足球 帶給我的不是只有一個球 是帶給我自己的職業 我自己的人生 突然間被一個這麼著名的球會 的足球學校選中了 第一就是想 是否真的是我呢 雖然我足球上的起步是比較遲 但其實都找到方式去投入 去參與這項運動 決心一定要做好 證明給那些人看 其實女生都一樣可以做好 我想香港有全職 對自足球 可能十年二十年左右 希望我還在踢 就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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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放棄的話 我會有機會 第二次對蠻戀 我會放棄自己 因為第一次踢得差 而且 可以叫他讓我做一個好一點的人 踢球 我沒有放棄過踢球 我還是很喜歡踢球 但是 有機會的話 條件適合的話 我會踢回自己 有機會 每一個問題 為何要宣愛 那不是 我會想解釋 我會想解釋 請玩